北韓最近連續多次試射飛彈 昨天早上再發射了一枚中長城彈道飛彈 越過了北海道和秦森縣上空 日本政府也發布空襲警報 對此 日本 南韓與美國都表示強烈譴責 朝鮮半島局勢緊張 北韓四號上午向東海發射一枚中程彈道飛彈 這已經是北韓十天內第五度試射飛彈 更是五年來首次飛越日本上空 根據日本防衛省的消息 這枚飛彈上午七點二十二分發射 期間穿越了青森縣上空 七點四十四分 掉落在日本東方約三千兩百公里外的海域 推估飛行距離約四千六百公里 韓聯市指出這枚飛彈最高速度達十七馬赫 彈道最高點是九百七十公里 可能跟過去曾試射過四次的火星十二同行 而這一次飛彈飛越日本上空 日本政府隨即發出警報 日本東北新幹線以及北海道的JR電車更是一度停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跟南韓總統尹錫悅都對北韓發出嚴厲譴責 先ほど北朝鮮が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我が国上空を通過し太平洋上に落下したと見られます 最近の度重なる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に続く暴挙であり強く非難を致します 白宮也譴責這次的試射及其危险跟魯莽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 已經跟南韓還有日本的國安官員進行討論 如何給予強而有力的回應 我國外交部也同樣給予譴責 等相關不負責任的行為 來表達我方嚴正的關切跟譴責 韓國媒體報導 這次飛彈射程四千六百公里 足以直達美國關島 專家認為這是北韓升級挑釁的前兆 預期平壤可能會在十月底進行合適 而這個時間點在中國二十大之後 也可以藉此影響美國大選 記者韓英朋友組整理報導 謝謝